接下來有請來自 潘偉伯戰隊的 闖關選手 娃娃 他們真的是從第一階段開始不會唸 V啊 V V V 好嗎 難怪這個時候 就有人說他漂亮 他開始有名就有人開始說他漂亮 他開始變漂亮了是因為 他們這個化妝師啊 厲害 你們注意看喔 化妝師厲害 有沒有 你看他這個 眼睛這邊 他有故意把那個黑黑的往內化 這樣子就可以集中他眼睛的距離 You feel me 開始覺得他漂亮的 要感謝的不是他本人 要感謝的化妝師 就有辦法把 人的眼睛的距離 透過化妝而拉近 對啊所以化妝師是一個 很棒的職業你們知道嗎 怎麼說很棒的職業就是 他在拉近眼睛之間的距離 同時在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說一句化妝師 就是Respect 你們知道這個改編法怎麼改編嗎 本來是 然後他把音符切碎了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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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把罪恶都犯下 这画面一上那扎鞋 像一只大眼 我怕见到曾经犯下错的那面 把力气带进学校 逃学我找的诀窍 警察把我找到妈妈哭着说我还年少 那时我觉得所有人都跟我作对 我在我自己的世界尽情的落罪 这个时候的押韵真的不错 这个时候押韵真的不错 讲真的 整个那个评测跟 工程度都很棒 用最极端的方法 让伤害过我的人记住 你是否有时觉得 命运他对你武功 但有时又会学着 在传作你走去 在我们知道这个 中国的节目怎么操作之后 然后你看看来像那个观众 你也是他妈觉得很旧你知道吗 行啊 都不知道他歌词在唱什么鸟 但是却哭了 就听老舌歌会有这种感触 不要少啦 不要少 只能说中国的朋友跟观众 那种被现场的渲染力 渲染的很容易 潜染泪下这样子 嗯 刚刚他那三个爸的 翁翁韻我也常用啊 因为翁翁韻蛮好用的 翁啊翁啊 是说他们第一季的这个哦 这个录音品质真的是很 不能说粗糙 很实在 很明显就是声音担保就是担保 然後自己用腔調做出的變化也很明顯 這有什麼好處的 我是不懂 可是那個時候在看的時候 不會注意到說 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還不太會剪接 剪接還不普及這樣子 剪接這個概念普及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說 那些比如吳亦凡的反應啊 蓋的反應啊 觀眾的反應啊 都不一定是這首歌的時候的反應 這一段的 這一段的加那個小提琴進去加的很好 其實這個改編是真的蠻成功的 我說B的部分 他現在他這個時候的詞 其實也比他後面好很多 這首歌其實不只 你們知道這首歌其實不只他改編過嗎 蔡世雲他們啊 Berry吧 還有那個頑童他們 他們他們也做過改編的版本 其實做的還不錯 MV也拍的 很有那種 Neighborhood那種 Gangster的感覺 MV拍的也很棒啦 那個比較像他致敬 神錄這樣子 這個改編就比較 雖然說寫的可能是一些童年經歷啊 漆慘的啊 blah blah blah這些的 但是因為 詞彙上的受限 所以我覺得 這首歌也沒有辦法 很真情實感的 100%表達啦 我往前一天的限動不是有跟我唱這首歌嗎 不是最少喔 就是每次 大家知道說 欸你唱著饒舌的 蛤 那你會不會唱宋月亭那個 每次都唱一次 每次喔 每次 每次 就這個唱歌都會配 又喝醉 喔歌來了 唱唱唱唱唱 嗨 誒 知道現場跟不上了齁 因為 That flow 有點快 有點大 這個妝真的畫得很好 就把他的眼睛的距離跟人心都集中起來 不知道像他們現在這種等級的饒舌歌手 中國的饒舌歌手 一個月可以賺多少錢 我最近就是不只主持正義 浪費了很多錢 花了很多錢 還沒什麼在賺錢 然後重現在詮釋 這個就是一樣是饒舌歌手 兩種命運 沒得說 就包括唱 颱風 我真的 不過蓋獎這個我倒有一點我很認同 覺得他颱風是真的蠻好的 颱風真的是一個很難去評比的東西 但是要颱風好真的是 那種克服緊張的能力是一項不能 側王但是很難訓練的能力 我剛剛DUNUNUN的講了一串什麼英文 我怎麼聽不懂 我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都還不知道他是誰 認真 他到底是幹嘛 這個張正月剛聽的為什麼會蠻 蠻疼的 是因為 Bass這個樂器 就講一下好了 因為我記得他唱得還好 印象中 你不能說他是 就是鼓主 在樂團裡面是鼓架 這樣子 主唱是門面 對不對 那但是我覺得 Bass更接近鼓架的形容 那如果說 鼓主是鼓架的話 Bass應該就算 他的鼓髓 沒有鼓髓空有鼓架也是很差 所以說 因為Bass常常會被大鼓 你看他這個 D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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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相對的頻率比較低 他是一個低音的頻率 因為它四條嘛 Bass怎麼看起來都是 D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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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很容易被鼓組裡面 大鼓 大鼓的聲音是怎麼樣 當然是看Tone不一樣 大鼓通常聲音都是 咚咚咚咚 跟刚刚那个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所以那个咚咚咚 就很容易被大鼓那个咚咚咚吃掉 一个Live Band里面 大鼓是骨架的话 Bass就是它的骨髓 因为它很常常跟着大鼓在弹 但是如果没有它的话 你就觉得 这骨架空了 骨质疏松症 站不太起来 You feel me? 东三环旁 车来人亡 所以这转的点钱的态势有些紧张 早情说这里是多少人的梦 这个人到底是干嘛 他写的东西其实 我觉得依照我们的想象 算是蛮真实的经历这样子 可是他看起来就不是饶舌歌手 不是说他穿的不嘻哈啦 是他的整个愧口跟感觉 就不像饶舌歌手啊 他到底是干嘛的 PGA是在跟艾浦杰讲说 他说妈这太菜了吧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认真吗 这个其实有很多人写过啦 这样的主题 从JZ开始 北京北京 中国那是谁汪峰也唱过 Johnny J唱的一首南京 然后他这个北京 我就不知道 是Sample这个副歌 还是说 这首歌本来就是他的歌这样子 但其实这个副歌蛮好听的 让人家记忆点蛮好的 唱法也是这女生 你太晚来了 我只能这么说 Johnny J的那首也蛮好听的 但歌名叫什么会忘记 南京City吧 因为我觉得我刚刚在听啊 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听 因为第一次在六年前 我在听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verse 跟他的副歌是合不起来的 就有点突兀 表现的 所以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两首歌 因为我们一直在唱 对这不是一个禁忌吗 从这种桥段就看得出来 就是大家来打打歌 露露脸 然后增加一下节目的可看性 这样子 你不觉得这个verse跟这个主歌跟副歌的衔接就觉得说它是两首歌 但是他是会唱歌的啦 他的合音合得蛮好的啊 这一届还是后面那一届啊 就是新乐团跟嘻哈也没什么屁关系啊 新乐团在跟阿兴啊 看得出来对嘻哈的热爱 只是比较不幸的碰到爸爸 爸爸今天活力全开 所以我其实要是 我懂啦 从彭尔柏 刚强话我懂 看得出来他对嘻哈的热爱啦 但嘻不嘻哈的话就 大家看得出来哦 对对对 就是看得出来他们他是来蹭的 因为刚刚那个是北京的嘛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南京的 可能因为我个人是蛮欣赏他的 我是觉得蛮屌的 你看这个副歌跟刚刚的很像 大家有感觉到哦 这两首歌的相似之处 写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啦 但书醒这个就差了一点 加个冰块 来 倒个酒 这颜色 自己年轻时候的喜欢 这酒这颜色 我很TMTCHO欸 我这个绿色很少看到 很真的点啊 很甜 我前阵子研究出一杯调酒 是那种生死的绿色 英国绿啊 这个绿是那种 荧光绿 但又没那么荧光 再亮一点很屌 这个很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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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